应该出现 不公博物院一共有 一万两百件各个时期不同材质的雕塑 但是过去没有管 他们在库房睡觉 这些高大的雕塑 连库房都没有 比如这是北齐的 一千五百年历史的菩萨 几十年来就在我们南城墙的墙根底下站着 佛像在地上躺着 你说作为远家 我走的这什么心情啊 这个觉得非常的痛苦 这个这些珍贵的龙文昌 脸色都不好 表情都不好 今天我们终于叫他们脸色表情都好 那么第一次我到我们库房确实吓一跳 我们这个水躺的台阶底下呢 他们说那是周恩来总理 特别批准秦始皇帘出土的冰巴鱼 要给故宫一套 但是我说这冰哪有这么多 真贵人物怎么在 躺在台阶底下呀 背着一个海绵躺的担架呢 都跟伤兵似的 那么今天我们进行了修复 进行了展示 把他们神采意的展出来了 那么过去很多雕塑 就在我们的库房里这样堆积的 今天呢我们把它展出神采 这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 就是这些文物不是把它存在库房里 死开硬手里就尽到了职责 而是应该叫他们得到细心的保护 叫他们重回人类社会的生活 他们本来就是我们社会公众的创造 他们今天应该重新为社会发展做出贡献 只有当人们看到他们 以才会把他们修得最有尊严 有尊严的文化遗产 成为促进社会发展的积极力量 才能汇集更多的民众 更多的民众才会热爱我们祖国的文化遗产 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良性循环